又有居家检疫者违规啪啪噪 两名公费高中留学生 25号从美国回来 一路从桃园回到花莲 居然还跑到市区买蚝阿珍 并且自己po在网路上 遭到民众来检举 卫生局也将开罚各10万到100万元不等 又有居家检疫者违规啪啪跑 两名公费高中留学生 25号从美国回来 一路从桃园回到花莲 居然中午还跑到市区买蚝阿珍 还自己拍照po上网 遭到民众检举 对此卫生局表示 会开罚各10万到100万元 好 今天的两位是高中的学生 那早上6点钟才从桃园机场下飞机 那回到花莲呢 应该按照我们的规定 它是属于居家检疫 要马上回到它的住所 那在回诊的路上呢 就在我们的市区呢 就下车去买了中餐食物 那被这个按照我们的规定呢 居家检疫的个案应该要马上回到他的家里 那按照我们穿病法第58条 他可以这个采除10万块以上100万块 100万以下 卫生局再次呼吁防疫等同作战 请被要求居家检疫的民众 不要以身释法 以免损己又害人 打环连新闻总和报道 打环连新闻总和报道 打环连新闻总和报道